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父亲的教育 今天小石像来找我玩了 他上身的穿着像打猎似的 全身上下都沾着石灰和石粉 他一走进我家 就摘下了他的那顶软粘帽 并随手塞进了口袋里 然后他一边东愁愁西望望 一边走进了饭厅 一进饭厅 他就开始上下打量饭厅的布局 当看到墙上那张驼背小丑 立歌莱托的画像时 不由得做了个鬼脸 就像他一贯的所作所为一样 看见小石像的鬼脸 大家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们玩堆积木的游戏 小石像是一个搭建塔桥的能手 不一会儿的功夫 塔桥就站在那里了 简直像奇迹一样 而且他堆积木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个大人一样 表情严肃认真 在建塔桥的空当 小石像对我说了他家的情况 他们一家住在阁楼上 他父亲每天下班后 还要到夜校去学习 他母亲是外地人 看得出来 他的父母很疼爱他 虽然他穿戴破旧 但总是整整齐齐 领带也打理得很板正 他的父亲个子很高 每次进出门都得低下头 他是一个很温和的男人 总是亲切地叫自己的儿子 为半鬼脸的小家伙 四点钟的时候 我们开始吃面包和点心 吃完的时候 小石像衣服上的石灰 把椅背弄脏了 我正想伸手去擦 不知为什么 父亲使眼色 事意不让我那么做 一会儿 小石像离开餐厅后 父亲自己悄悄地擦干净了椅背 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 小石像衣服上的一个钮扣 突然掉了 于是 我的母亲就亲自帮他钉钮扣 小石像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一直红着脸 看着我母亲给他缝着扣子 后来 我拿出一本漫画集 给小石像看 小石像看了 又情不自禁地学起 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 学得像极了 连我的父亲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回家的时候 小石像连他的软毡帽也忘记戴了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他似乎想对我表示一下感谢之情 于是又做了一个鬼脸 小石像的名字叫安东尼奥拉伯科 今年八岁零八个月了 安利克啊 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擦去 椅背上的石灰吗 因为当着你的朋友这样做 会让他很难堪 这样很不好 首先 小石像并不是故意弄脏的 其次 小石像穿的是他父亲的衣服 而他父亲的衣服是劳动时沾上的灰泥 劳动时沾上的东西并不脏 灰尘也好 石灰也好 其他东西也好 都不能说是脏的东西 劳动是光荣的 是不电污东西的 你绝对不能对一个刚工作回来的劳动者说 真脏 而应该说 你的衣服上印满了劳动的痕迹 孩子 你一定要好好记住我的话 你应该和小石像成为好朋友 因为首先 他是你的同班同学 其次 他是劳动者的儿子 父亲的这番教导 我将永远牢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